大家好 我是貓哥 今集可以說是在我頻道裡 第一部不是1比64的比例的車 是盧斯豪的i30N TCR 這部車對大家亦都非常深印象 尤其我們香港的粉絲更加是 今集我們會一起開來看看這部車的特別之處 記得在影片開始之前來COS TCR Touring Race Car 特別之處是在量產車裡打造類似賽車的規格 成本比較低 令到很多車廠都願意去參加這類型的賽事 而且這部車正所謂一車可以參加多項的賽事 令到很多人都願意去投身這類型的賽事 現代汽車也針對了TCR的賽規 去打造一部i30N的TCR 在2018年的芝加哥車展上展出了 他們的目標也是很簡單的 就是在柏拉里的世界錦標的TCR錦標賽中獲得冠軍 最後也獲得不錯的成績 先說一下這次我們的主角盧斯豪 他在澳門格蘭配置上的表現是很厲害的 當時也打造了排位賽中最快的圈速 2分23秒67 越戰越勇 而且我看得非常緊 但沒辦法 在那場賽事中 雖然他有超煩的表現 但在文華東方灣中遇上了碰撞 而且更加令到賽會要腰斬賽事 結果當然是眾說紛云 但幸好的也是重要的 就是盧斯豪沒有生命危險 而且今年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這麼厲害的表現 大致就是這樣 我們來看看整部車的整體結構 好了 大家已經看到這部車 首先來說 要多謝Pluto 即是Z Challenger的Pluto 幫我和盧斯豪 可以做一個簽名版本給我 很開心 大家會看到這個簽名 打開之後 我們再看看整部車的結構 好了 大家已經看到這部車 首先第一件事 我自己沒有1比43的一個場景 我們大家將就一下 其實整部車 很多人都說這部車是等同於寶馬 其實真的 因為始終這部車是寶馬之父 這部Empower首次過了現代汽車之後 首的一個歷作 很多人 甚至我有些朋友 玩開這部有這部車的朋友 都說他很像寶馬 整體的車身上面 就用上了天藍色的主色 配上一些紅色 以及一些銀灰色的效果 特別的 每一個位置都用了幾何形狀 當時大家看看實物上 拍攝的時候 會偏向淺色一點 但相片的版本 較為鮮艷一點 在這裏 我相信他們設計挑戰 亦都選擇了較為鮮艷的版本 和對相 第一個版本 有點不同 車身上 也有很多不同的贊助箱 非常特別的一部車 我會從頭到尾 我們先從車頭的部分說起 先從車頭的部分說起 其實整份車頭 是經過兩面加闊了 整個感覺就更加兇 車頭蓋的散熱孔 亦都可以令到它得到改善 這些位置 我看到它鐵絲網的紋理 做得非常漂亮 工整的 第一個部分 我們會看的 就是碳纖的部分 頭鏟的部分 紋理亦都尚算清楚 不是說很粗 都還可以的 另外 鬼面罩方面 用上了一個 一點一點的洞的形式 中間這個鬼面罩的部分 有一個N字 也沒有因為這個N字 而洞 令到它的樣子有走樣的情況 這裏也做得OK 也不錯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頭燈的部分 頭燈的部分 可以很清晰看到 頭燈內膽的一些細節的位置 如果這裡有一個日間行車燈 以及在細節黑滑裡面 如果再多一點點 整個感覺就會更加靚仔 雖然它是一架水貼 但其實它大部分面積的位置 做得非常工整 以及一個細滑度 也做得相當不錯 最後一件事 來到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頭蓋的部分 其實盧思豪這次 在這款車裡面 也做得非常好 就是它將一些籌集線款 也將這把線款 寄給兩間不同的慈善組織 當中也有380位的朋友 去做一個捐款之後 他們的名字 簽名就會在這個車頭蓋上面 非常之特別 也值得紀念 所以我會去買這款車的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這裡如果有紋理 再清晰一點就會更好一點 因為現在用放大鏡看 都勉強可以看到圖案 希望日後這個位置 可以做得更清晰一點 就會更好一點 來到沙板的部分 其實這個位置 由車頭一路伸延至車 旁邊的沙板位置 或者轉彎位的厚薄度 也適中的 不會過分突出 其實很有趣 這款顏色 在我們肉眼看 就會鮮色一點 但是如果相機 或者各樣東西看 就會比較淡色 我想這方面 是為了它取得平衡性 例如肉眼看 是一個版本 相機看也是不同的情況 其實這部車 我為什麼會買 最主要當然就是 香港的旗幟之外 也集結了我們香港人的那份 善心 所創造出來的 這麼特別的奇跡 很有意義的 所以我為什麼會買 雖然它也挺貴的 但算了 我覺得也值得 而且值得說 這次這個鐵牌 也做得相當不錯 很銳利 大家會看到 它這個 是由深度的 就是這個 字體上面 做得非常漂亮 好了 我們又說一下車側的部分 好了 我們來到車側的部分 其實整體的車側 很有寶馬一系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種感覺 其實就算在街上看到 都是有那種基因在裡面 正所謂 寶馬之父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是真的有它的一些特別的東西 整體車身來說 大家從一個鏡頭裡面 就會看到它的較為淺色 但實在是較為鮮色 Z-Challenger 他們就選擇了一個較為鮮色的版本 圖案上也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其實這麼大比例 都不會出現很模糊的現象 值得留意的部分 當然有幾個 第一點就是側裙的部分 側裙的部分 側裙的部分 其實它的厚薄度 也都做得相當好 我自己這樣看 這裡 它拋出來的位置 也都做得不錯 第二點 它增加下壓力的 這一塊小小的 下壓力的一個尾翼的位置 就是這個我叫側翼 也都做得OK 但是來到這裡後面的位置 就要說少少了 這個位置 它用上了純黑色 正常應該是一個鐵絲網的效果 因為其實這個最主要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把車裡面的煞車碟 以及煞車鮑魚車胎的熱力 是由這裡帶走 但是這裡就用上了純黑色 其實應該這麼大比例來說 印鐵絲網上的紋理應該都比較輕鬆 但是這裡就沒有做到 所以這裡需要日後 如果有做到的話 就會更加之好 另外其實最重要是什麼 我買這部車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有香港旗 非常之正的 而且面積也很大 最重要是什麼呢 天線的比例也是十足的 不會過分 因為這輛車變大了 而令天線變粗了 那就還原到當時的細節 好 接著其實整個感覺我自己這樣看 玻璃窗的位置也做得適宜的 不會比例上有些怪怪的感覺 字眼沒有斜沒有歪沒有性的 也都OK啦 差不多 我們又說一下車尾的部分 來到車尾的部分 其實整個車尾我自己這樣看 很有寶馬一系的感覺 即是大家會看到 如果有留意140 Shadow Edition 它的車尾是真的有那種味道的 值得留意的有幾個部分 第一點 我們會看到 龍輪型的一個 LED的日間行尾燈 這個位置 是完美地做到立體的線條 非常值得一讚的 另外 其實我要這樣說 其實兩邊這兩個位置 兩個偷洞的位置 你放到這麼大比例 其實這些位置應該要做 我覺得做鐵絲網的紋理 對於他們來說應該很輕鬆 但這裡就用上了一個純黑色的設計 我自己就覺得 未如我理想想要的東西 第二點就是尾翼的部分 大家會看到尾翼是有 相當大的改善 因為感官上 有少少沒有那麼好的感覺 希望它再捉好一點 因為你做1比64 我都覺得情有可原 但你來到1比43 令到我的感覺 就會有點 好角眼 因為它的比例這麼大 那就變得很明顯 另一點 側鏡的部分 也值得一讚 是有做到一個反光 類似金屬鏡面的 鏡面的效果 這裡做得非常漂亮 這裡值得一讚 而且值得又需要改善 其實整個 我這樣說 由頭到尾 其實我比較想 需要改善的地方 是車尾的部分 因為你放到這麼大 有些位置 其實應該都需要有一定的 沒有理由車頭感到車尾就差一點 車尾的地方 這個死後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 嗯 是 是 是 這個位置是 崩了的 是的 我不知道究竟是我的車 都是這樣 還是怎樣 但是 我就覺得 就差一點點 希望日後 它們會改善到這個問題 但其實 整體來說 如果我不管車尾 這輛車是 絕對值得入手的 是的 就是 顧物論了 好了 現在我拍片的時間 應該還是在賽車 希望 希望老師又可以拿到好成績 希望 日後 也有機會 可以跟他做個訪問 或者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可能有機會 對 到時大家再算 哈哈 對了 接下來會開什麼車呢 暫時不知道 那 另外一件事 經典車系列 我已經在寫了 還有GTR 終於 我拍攝中 這個 爆炸的效果 我都會讓大家看到的 但只是這樣 先更新了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好的話 希望可以給我一個讚 最重要是 告訴我的想法是怎樣的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 拜拜